什麽是練心術? 《Sacolocomy》這字 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 簡單來說 人的成長就像古代的練金術士一樣 如像新心靈不同範疇去體練 才可以成為最真實、最美麗的自己 在這個節目裏面 我會和大家一起去探討 心理學、社會學 新心靈不同範疇的專業理論和科學實證 和大家一起去成長、修行修生 活出真正的人生 我是安靜 城寨練心術 從星期日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半 來到我們練心術節目 由今集開始 我們的節目會安排一個小時一集 讓大家聽得更仔細 時間上安排得更容易 當然我們的節目仍然秉持著 專業與深入的方向 即使時間短了 就不會偷工減廟 所以嘉賓仍然聲勢洪大 今天我們有中醫博士Vincent Vincent和我們 也不是做了一次節目 也幾次上來 我們之前有一集說中醫西醫素食那集 是破了我這個練心術紀錄 一集可以有 只是YouTube有萬多人聽 真的很誇張 所以今次我們又繼續邀請Vincent上來 今次我們的題目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坊間經常都說身心靈 而我跟Vincent談的時候 我們談什麼題目好呢 Vincent就提出不如說中醫身心靈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名字挺可愛 究竟如何為之中醫的身心靈 我們稱之為身心靈的中醫 其實是一個比較現代的說法 因為以前也不是這樣說 以前我們都會講身心的 即身心健康那些 但現在加上靈字 因為身心靈這個字 是近年很流行的說法 但在醫學上也有一系列的說法 叫做身心靈醫學 有這一樣東西的 身心靈醫學 現在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都會這樣說 當然都是身心靈的範疇中的知識 其中用在醫學上就會這樣認識 即是覺得人的健康不僅是身心 要加上靈這東西下去 才是更加成全核一 而對於我個人來說 因為我是一個中醫師 我一直都在想中醫跟身心靈有什麼關係 當我思考了很多年後 我的感覺就是中醫根本一開始已經是一個身心靈合的醫學 只不過它不是用這個名字去說 它是用另一些名字 身心一向有 身是紙巾身體 我們這個有型的身體 心就是我們的內心 是我們的感知能力 包括我們的思想和情緒的部分 是 而靈就是我們的所謂靈魂這個部分 而傳統中醫就不說靈或靈魂 它就用另一個名詞 那個名詞大家一旦都知道 我們叫做心神 即是說神 是 即是說你睡得不好就心神不安 中醫有一個名詞叫做心藏神 心裏藏著神這個東西 神的確真的可以和靈這個詞在古蹟上相通 神和靈都是那樣東西 也叫做人的靈魂或者魂魄 在中醫的經典 例如皇帝內經 兩千多年前寫的那本經典 已經很著重神這個層面的論述 尤其是一個人如何來到這個世界上 除了你有一個形體之外 也要有這個神進入身體之後 你才會成為一個人 這跟我們平時的理解很簡單 即是這個人 即使你的身體很正常 但你死了的時候 即使身體如何健康也好 你也是死了 所以一個人不只是有身體有形的部分 亦還有一些更加無形的層次的部分 那中醫如何去看這個部分 譬如當你們去把脈的時候 你如何把脈出來 又真的 如果大家聽過中醫的那些 他會說把脈很重要 要看有胃、有神、有根 說三樣東西 有胃是說脾胃的胃 有胃氣 即是看把脈之後 脈的哲略不好 有沒有力 代表你的胃不好 胃不好 人氣不好 然後看有沒有神 有沒有神 有沒有神 在說脈的哲略 比較一致 是在說有沒有所謂脈神 把脈是其中一個看法 甚至是我們平時最基本的看臉色 就會說望神 望神 對 望神 即是中醫看別人的臉色 又會看別人的氣色 即是不同地方給顏色 印堂發黑 這些就是臉色 但看望神是很重要的 望神最核心是眼神 雙目有神 那些滾滾有神 即是因為你的情緒 你的心神是直接看眼神 去顯露出來的 這是很直接的 感覺也是真的 所以真的可以看望神 也是你的神態動作 都是有神穩的 甚至我們看蝕疹 新的臉出來看那些 都會說明是有沒有神的說法 傳統中有很多這些 有沒有神記載的 甚至我們從養生的角度 是很著重的 是叫做養神 養神 對 怎會是養神 即是我們平時說精神精神的那些 傳統的精神 真是說你的精氣充足 你的神就能夠好好地去呈現出來 意思是說兩件事 精是說我們身體的氣血好不好 氣血都是一些無形的東西 而這些無形的氣血 又會生成一些有形的身體 然後身體的有形部分和無形部分都好 你的神才能夠顯露出來 你的人才能做好事 這些叫做調養精神的問題 例如在皇帝內經有說 按照四季的規律 你要好好調神 有一篇文章叫做四氣調神大論 四時的季節 如何調神 例如春天的時候 應該要鬆開頭髮 穿一些很鬆身的衣服 睡醒的時候在庭院外慢慢走路 令你的心智可以慢慢生起 這些叫做調神的作用 很有趣 所以整個皇帝內經很著重一個人的精神 如何健康 因為神的健康 其實是一個可以稱之為最高層次 或者最深層次的醫學療法 因為會覺得一切的療癒 由神開始 甚至乎是最根本的那樣東西 正是最根本的那樣東西 譬如我們心理學 其實內在的心理 其實不是一個有形的東西 其實都是裡面跟你自己的所謂的我 我們那個叫做self 有關 我覺得每個人的self都不一樣 正等於Vincent所說 其實是否等於那個神 那個靈 或者是我們內在的 我們所說的那個潛意識 那個我 意識的我和前面認識的我 是不一樣的 所以前面認識的我 可能跟神很相似 可以這麼說 在《皇帝內經》 有說到神 首先是一個來自天地的 本身你的神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你出生之前 來自天地的正氣 然後就叫做家學在一起 然後就去到你那個有形的身體裡 之後你就會變成那個人 所以神的能力 這個部分也挺靈性的 就是非常靈性 中醫是一個很靈性的醫學 我們一般就以為不是 就是它是一個非宗教性的一種靈性科學觀 而這件事可能是中醫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洗禮 大家就很怕去說一些靈性的事情 所以就開始放下一些 只是說裡面的一些身體的部分 但是真的很著重神的部分 因為剛才說 它如果是接連這個天地 其實天地會覺得 天有天的氣 地有地的氣 你拿到天地的氣 你就可以幫你身體去醫病 那你有無窮力量 如果你能夠接到你的心神 你就會有力量去醫治好病 如果你接不到 你就會醫治好病 所以特別在《皇帝內經》 有一段文字 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問了一個問題 假設有一個人快要死了 但可能我們中醫也能治好 可能用正確方法去醫治 但為什麼用正確藥物治療 他都醫不好呢 《皇帝內經》答了三個字 很簡單 他稱之為神不使 使是使者的使 就是神不聽洗 不聽話 我理解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是 有挺重要的一點 我們一般人說 這是求生意志 想不想活下去 《皇帝內經》有解下去 他就說那個人 如果他在那個時候死的時候 你的那個人仍是肆慾無窮 仍是一幻不止 那時候你的氣血就會不流通 之後你的神 怎樣都發揮不到他的作用 之後他就只可以離開 你忽然想起一個四字切語 由軒動動我除了中醫以外 我們對應心理學的狀況又是怎樣 就是神智不清 神智不清 譬如我這一行 我對著一個客人的時候 假設他神智不清的時候 你怎樣跟他做任何心理治療 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能夠回到我自己那裡 不能夠知道他是怎樣發生的 怎樣的一回事 連他理解都不能理解 所以在Vincent剛才所提到 就是當他可能去憑洗的時候 或者去離漏狀態 他都甚至乎沒有辦法可以去 這個神 完全沒有辦法可以得到 你們跟他做的東西 所以就唯有他離開 是的 其實神本身是有療癒的能力 但其實是念不到他 然後他又出不來 中間有些障礙 剛才那個障礙是說他有很多貪欲 很多擔心憂慮 那個層次是下一個層次問題 身心靈 那個就叫心的層次問題 就是他的心 他的情緒和思想問題 那個情緒思想 終於認為 將這些稱之為情智 情智是說情緒加思想 智是說意志的智 那一個人的情緒和思想 終於認為所有情緒思想 都會影響人的血氣流通的問題 例如當你思考 中醫覺得思慮會令氣血打到結 好像不通 如果臨死的時候 他有很多事情想 很擔心 裡面的氣血就不通了 不通 他就好像叫做失血了再體 即是神應該要在身體內流通 但你的氣血不通 其實他不能流通 他就不能夠和你去好好的交流相連 所以養神 其實很多時候是養心 意思是從人心的 心神、心神都是一齊一齊 你分不開 而你怎樣令自己的情緒和思想 比較好 裡面的氣血就正常流通 人的神就會好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醫學 他不只是人形體的問題 他真的有另一個層面 叫做自心自神 譬如中醫用藥也好 針灸也好 或是中醫方面的療法也好 怎樣可以幫助他這個神 可以回復原狀或療癒 中醫的治病有不同層次的切入點 所以我用一個古代醫學層次的比喻 說醫生分三等 說低層次的醫生叫做下醫治病 中醫治人 上醫治心的說法 一般低水平的醫生是醫病 如果剛才說用藥或各種治療開發針灸 通常是針對醫病的層次 對 病要先解決 先康復 也是我們一般人以為中醫會做的東西 沒錯 當時都是想看病 但起碼是中醫的治心 中醫治人 中等水平的醫生起碼要懂治人 治人的意思是 起碼是將人變成一個人 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 那些叫做醫病 五上六腑也有互相關係 將人整體看 那個層次可能是用治療的方法 治療後便會考慮整個人互相關係 不是單對單對點去醫治 就是一個整體 而更加高層次的叫做上醫治心 醫治那個人的心 起碼要視乎那個人 和那個人的情緒和思想的關係 如果是那個層面的醫病 就不一定只是開藥 很著重的是怎樣去治心 治心中醫上真的有所謂的情治療法 就是他有不同的情緒和思想 針對不同的方式去幫他治療 例如呢 有什麼方法 可能跟他聊天 或者透過某些行為的方法 這方面有一大堆內容 例如你都可以想的 我們用另一個情緒去幫你剋制他 有些叫做五行雙生雙剋的關係 例如你很生氣又怎樣 你很恐懼又怎樣 會有些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這就是治心的層面 但最近我越來越發覺 因為身心靈醫學 藉著一個靈的問題 其實在上醫上還有一個層次 還有一個治療的神 對 那個就叫做治神 通常那個層次稱之為聖人的層次 聖人的層次是非常高級 因為在皇帝內經紀載 下醫的水平 通常說十人治好六個人 而中間那些十人治好七個人 上等那些十人治好九個人 即是有個數字說法 但上醫還是十人治好九個人 都未治好十個人 不是全部治好 所以去到聖人層面 去到治神就會很萬全 所以這真是一個 叫做終極長壽健康的方法 而這項醫學 我又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找醫生看病 都真的在下面的層次 真的會幫你治病治療 如果醫生肯治療就好好的 即是剛才說中醫治療 古代中醫這個字 起碼要去到醫療這個層次 才叫做中等水平的醫生 古代中醫是說中等水平 起碼要去到看整個人 因為我想我們現在做醫生幾困難 很少去到醫心和醫神的層面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因為患者都未必很想到你去 還有制度上 或者是我們認知上 醫生當然是醫病 但是又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 其實一個人有病 又不僅是跟身體有關 所以剛才很震撼 也很高興聽到Vincent 原本的中醫 他本身根本不僅是醫病 沒錯 黃德內經也經常記載一些地方 為何會不敢做 為何現在很少可以透過醫心和醫神的層面去治療 其實也是因為人的病 越來越嚴重的問題 黃德內經說 在上古的時候 醫病是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方法去治療 如果說這個問題 也可以碰到一個很敏感的議題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好像跟你談過這個問題 在黃德內經裡面有記載 上古的時候醫病 用一種科式叫做竹游 竹游 竹游的方法去治療 而所謂竹游 後來中醫甚至發展成一個學科 那個學科就叫竹游科 或者竹游術 是一些古代的十三個學科裡面 其中一科 而這件事 因為去到後來中醫 現代經常覺得那些是毛術 或者用咒語去幫人治療 我們竹游都是催眠的其中一個方法 其實很相当於現在的催眠 有幾相似的部分 而在黃德內經說 其實那些方法叫做移精便器 可以透過移動你身體的精氣 去幫你治療病 他就說可以透過竹游的方法去治療 黃德內經也有記載毛這個字 即是說是毛術 毛術的人 用竹游的方法去幫人治療 但我最近看黃德內經 他很有趣 其實他對於毛和竹游 是正面肯定的 他明明覺得這是負面的事件 壞事件 他不是這樣想的 但他有記載 他說上古的人 因為那些人的生活很舒適 在自然的環境生活 生活得自然 亦會活動 亦會吃自然環境的食物等等 所以那些人也不會擔心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 所以裡面的心智很輕鬆之在 相對健康 很健康 所以那些人可以透過竹游的方法 去幫他治療病 而去到後來 他所說是中古即是後世的人 那些人就因為 有時候可能要想怎樣做官 商業 多思慮 又勞累 生活又不順應四時的生活 所以身體就虛弱了 然後一受病 可能受到寒氣 就很快進入裡面 所以你透過單純竹游 就解決不了問題 而我理解這個過程 其實所謂竹游 其實只是說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是怎樣直接進入你的心神裡 去幫你調整你的心神 去令到你的病 我用再淺白一點的例子去說 可能例如所謂淺的病 可能你普通感冒了 可能有點怕冷 打一次流鼻水 可能我作為一個醫生 我知道最近你 原來你勞累了 對 跟你說 你不如回家休息一下 睡覺吧 這樣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肯這樣做 回去聽聽說 那你就會好了 對 其實我這樣跟你說 其實你會自己好的 已經是一個所謂竹游 就是跟你黏著你的內心 讓你明白原來我腦累了 如果再多一個以我們催眠的方法 就是這個是一個提示 就是一個暗示 告訴你 通常如果暗示有效的話 就是對應到你真正的原因 潛意識接受 我們上面的腦袋接受 但我們潛意識覺得不是的話 是難以成真的 所以剛才提到的 雖然好像很簡單的句話 如果你內在真的勞累 是其中一個令到你感冒的原因 當一個醫師口中 或者那個巫師口中 說出來告訴你 你回去休息一休 你便會痊癒 這個就是對應了 對呀 然後針對原因 有一個解決方法 他自行就出現了一個解決方法 而且做了便會痊癒 對呀 真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現在難做這些事情 例如現在一個病人來 在我的時候 我對他說 你回家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可能他就會不相信你 我哪是 我要吃藥 為何你叫我回去 這是很有趣的 對呀 現在香港的病人 例如我見過的個案 都是這樣的 看醫生說 他不讓我吃藥 這樣很吊詭 要吃藥才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他不相信你 他覺得我要吃藥才行 他裡面便會不照顧這件事 他便沒有神 調動自己療餘的能力 對呀 我再說一點 剛才Vincent說到的無字 其實無字本身不是一個貶儀 沒錯 甚至乎我們還看全世界 這個無的出現 其實是薩滿的時代 薩滿其實就是南美亞 或印第安那邊的不同的小數民族 他們對無師的統稱 它本身是薩滿 然後無本身是一個能夠動用大自然的力量 去幫助一些擁有智慧的人 它可以動用大自然的力量 去幫助一些人去醫病 諸如此類等等 所以其實去到後期 尤其是歐洲 他們對於類無的清算 在不同時代變遷 這件事才成為邪惡的象徵 很好 我跟中國文化很一致 因為在《說文解釋》中 在裡面說《無》這個字 首先是以舞跳舞的舞去到航神 即是將天神可以接連下來的意思 而《無》這個字是一個公字 兩邊有兩個人 兩個人就是跳舞的意思 但《公》這個字 其實是指接連天和地的意思 那兩劃是天和地的代表 一劃中間就可以接連起來 而在《弘地內經》中 在裏面將醫生的稱為 其中一種叫做醫工 就是我們做醫生就是一個工人 其實工這個字在古代 是很高層次的意思 還有一個字叫做王 一個代表 我們說王 三劃的王 就是那個人可以接連天地人三者 串在一起 所以古代對王這個人的要求 是非常之高的 即是那個人要自己修行 去接連天地 認識萬事萬事的意思 理解的話 毛是一些很正面的事 那個人是真的能夠通曉天地之道 能夠明白自己的心神 亦都明白這個天的神 想些甚麼意思 這些事情很有趣 所以就算要捉油 捉這個字本身在《說文解釋》 就是去祭這個神的意思 但其實傳統祭神 你都一定要接連自己的內心 因為中醫說那個神 是說我們的心的神 你不接通自己的內心心神 你就接通不到天地 簡單來說 你接通潛意識 與這個集體潛意識 對 我覺得很相近 其實很相近 真的是不同的名字 我相信是另一件事 對 我覺得很有趣 譬如有沒有任何個個案 很神奇的 我們往往都是 醫病歸醫病 你開藥醫病 你都很理解 但醫生是另一件事 醫神也是另一件事 譬如說 Vincent 會否有些個案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個案 其實真的 我也想說 所謂最高層次 就是治神的層面 首先治神要做到那個層次 其實最理想的是那個人 不是很嚴重的時候才做這件事 你臨死的時候跟他說 你怎樣去找你自己的心神 他未必做到 傳統上 剛才說是在比較輕的情況下 才做到治心治神 但找找一個人 為何經常的病 反覆都醫不好呢 就是因為他的心神還未很平安 或者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他才會有不舒服 我現在越來越理解 所謂治神層次的醫學 其實最關鍵的一點 是你能不能夠找到他的神 我自己的心神 即是真正的自己 他想做些甚麼 因為可能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他總有些事想做 有些事命 有些意義 是生命的 但如果那個人 經常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可能只是營業 做身邊的人要做的事 或者可能是打工 但自己不喜歡 他裏面的心神 一直都不開心 屈住 所以當他找到自己的神 當他想做那件事的時候 他會開心 然後他一起穴 整個氣血就通了 起穴會通氣血的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 有一個說法叫做 起側氣緩 緩 緩 緩和的緩 很通利 所以怎樣令人開心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我現在在門診 經常都問病人 這些普通的人生問題 你很勞累 你現在的工作 是否你現在最想做的工作 通常都答不是 是最理想的 對 很多人都說不是 又問問他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最想做的事 我現在問得多之後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是的 很慘的 有些人退休也不知道 例如有些人是退休人士 我問你 你現在每天有做過甚麼 令你自己開心 很多人都說不知道 有人跟我說 看電視 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他未必真的會想這件事 可能是因為整個人生去做人 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一直都沒有做到自己 所以他直接放棄不想 所以都不可能想這件事 但當我很多時候跟那些人交流完之後 一發覺原來你做那件事 你根本能做到 他肯轉變一點 那個人真的開心很多 然後很多時候病就好了 然後他就不回來看我了 當然這樣就很好 我覺得是 代表他病醫好了 是的 這個就是自神層面的醫學 我相信很多例子 我對人生的本書 有很多這些案例 是當一個人 找到自己 為何我不開心 然後得到這個病 後來他找到自己開心的地方 他這個病就自己康復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稍後回來 又聽Vincent說一說 他這些神奇的案例 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